抗战胜利后,为何他是第一个处决的汉奸?蒋介石杀人灭口。 1945年8月14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国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。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,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汪伟政府的汉奸进行查办惩处,于是一个个背叛祖国,复恶多端的大小汉奸纷纷落入法网,被押上审判台。 然而,出人意料的是,被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处决,那竟是大汉奸妙斌,他比汪伟政府的巨奸陈公伯早枪决了13天,比大汉奸楚民义早了三个月,原因就在于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充当了蒋日谋合的牵线人。 妙斌,江苏无锡人,1921年好入南洋公学县上海礁大电器客,之后加入国民党,他曾在北伐时担任过第一军副党代表,出任过江苏省政府委员,兼敏政厅长等职务,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迈身投靠日本人,当起华北新民会的副会战,方经委政府成立后, 他又出任立法院副院长,为了给自己留退路,他一方面仍为日本人卖力,一方面又与重庆方面的国民党要人和英心,带立搭上关系,脚踩两只船,以观事态发展。 1945年初,日本战败已成定局,日本一些上层人士,想先尝试与中国方面谋求和平交涉,之后再以中国为中介与美、英和谈,最终达到体面的结束战争的目的。 而以看到战争即将胜利,得蒋介石也想避开盟国不得单独购和的约定,秘密与日本政府和谈。 蒋介石想的是谁先控制日军占领区,谁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中国,他最担心的就是一旦日本投降,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驻日军占领区, 他就很难控制中国的局势,蒋介石此时与日本和谈,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投降之后,尽可能多保留一些日本残余力量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苏联。 于是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,派南京委政府的密法院副院长,妙斌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,单独讲和。 1945年3月16日,妙斌奉蒋介石的密令,携带无线发报机,跨名左腾乘飞机来到东京,与日方密谈。 由于日本政界对谋和问题意见不一致,一些日本人对妙斌的身份尚有怀疑,最后妙斌只能无功而返。 回国后,妙斌对他的日本之行一直引以为荣,事情一开始还真是如此。 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政府非但没有把妙斌抓起来,反而于1946年2月,给他颁发了八万元奖金和蒋介石签署的加奖令。 对此,妙斌真是得意之急,但是好景不长,驻日本的美军从日本战时内阁档案里,发现妙斌在日本谋合活动的档案资料,这起被称为佐藤事件的文件,马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。 迈克阿瑟遂电寻蒋介石,为什么瞒着美国与日本单独购合,蒋介石被问得非常尴尬,为了防止事情败露,蒋介石一面赴电迈克阿瑟绝无此事,一面下令立即逮捕妙斌,尽快将其处决。 1946年2月上旬,妙斌被逮捕,并结网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,妙斌在被捕的时候依然很自信,表现得非常从容。 他自以为有功于国民党,又被派到日本谋合更是功不可没,国民党政府绝不会惩处他,他甚至还安慰他的家人,说,自己不会被处死,让他们不要担心。 4月3日在法庭上,妙斌态度仍然很自然,当法官问妙斌叛国妇女的罪行时,他还为自己辩护说,蒋委员长曾说过,抗战有种种途径,除战场外,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,做策反工作,可谋求以敌制敌,促进敌人自己溃散。 他还口述他与何英卿等书信来往了密情,法官自然不敢再让他乱讲。 4月8日下午2时,江苏高等法院已通谋敌国,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妙斌死刑,妙斌大呼,判决完全与史实不复,一定要申请复判。 1946年5月21日下午5点50分妙斌在苏州监狱被枪毙。 2个月